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小阿姨老師 我們今天要準備的材料 想必是青年土吧 對 沒錯 青年土 當然是一定要的 再來就是畫它的臉要有顏料 那顏料筆 然後還有我們的工具 這個叫七本針 比較特別一點點 好 就這樣 今天我們的材料看起來也是滿簡單 那主角就是青年土 我們現在開始招大家動手捏你 捏我們的青年土吧 是的 那我們這邊有先準備好白色 加上黑色 就是把它調成灰色 我們是要做盆栽 那小朋友比較沒有力氣的 你可以這樣把它撕開來合起來 這樣子去調顏色 我們用撕的方式 其實它也是可以一邊行土 那如果比較有力氣的 你就可以直接這樣揉 或是你在桌上去戳 這樣也可以 其實我們的青年土顏色 都是可以像小A老師一樣 自己去組合 比方說黑色加白色 調出來就會變成深灰色 對 然後灰色 你可以把它搓圓 搓一點點的水滴 就是它有一邊寫 如果你覺得這樣搓不好搓 很容易跑掉 其實你可以拿壓平器 去這樣搓 剛好它透明的 你也可以看 大概這個樣子 然後這邊邊 我們把上面壓壓壓 頭頂的地方往下壓 底部也壓壓壓 那我們在這個邊的地方 因為盆栽 它一定是旁邊有力度 所以我們要用大拇指跟獅子 去壓出那條線 好 我們今天要做的是 非常擬蒸的盆栽 所以它的頭部跟底部的地方 記得都要稍微壓平 邊緣的地方你要像老師一樣 食指大拇指壓出它的弧度 壓好之後我們再重複動作 就是把它弄得更漂亮一點 這樣其實出來的效果 就會跟蒸的盆栽 這樣的滑盆一模一樣 然後再重複壓一次 再壓一次 大概就這樣就好 這樣就完成一個雛形了 好 然後我們就做旁邊的邊 它要怎麼樣才會像 就是這個步驟 多長 長到什麼程度呢 可以圍起來 像這樣 如果可以圍起來 這樣快到圍起來 那我們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把它壓扁的時候 它會再變長一點點 所以這時候 你看我們拿出我們的擀棒 要稍微把它壓著長條狀扁扁的 因為它要有一定的厚度 好 接下來為什麼要做這個長條狀呢 等一下小儀老師把它組裝起來 就知道了 那我們可以拿工具去切 稍微把它的邊邊 把它切割開 對 就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把它包起來 這樣一定夠大 所以一定夠用 那我們就把它裁掉 小儀在裁的時候 你都要先繞一圈 比對一下長度 不然到時候黏土少 我又要再重新做一次 對 這樣 差不多剛剛好 好 這時候呢 這就是我們的花盆的外圈 好 然後我們在裡面的地方看一下高度 有點高 我們拿剪刀把它剪掉好了 好 所以如果大家在做的過程當中 你覺得好像跟盆栽的樣子 有點不太一樣耶 滑盆有點矮矮的 可是這有點過高的話 也可以跟小儀老師一樣拿剪刀 把我邊邊 稍微把它射剪掉 對 那秀的話一定要這樣拿 你不能這樣拿 為什麼 因為這樣拿你一定會剪得外氣牛吧 所以記得 對 是一個角度的問題 對 好 接下來我們就拿咖啡色的泥土 做它的土壤 你看看 我們成品這邊 其實你會發現 裡面真的好像是有種東西 裡面真的好像是有咖啡色的泥土 然後看起來跟真的造景花盆是差不多的 你看 有沒有看到裡面的泥土 這樣子薄薄一層 其實是用我們的青黏土做出來的唷 那我們接下來我們要塞那個 咖啡色的土進去 然後因為我要戳其本身 讓它有泥土的感覺 所以我一定要抹上白膠 才不會在我戳的時候跑掉 然後我們就這樣慢慢把它堆上去 黏土我們還可以濕成一塊一塊的 把它堆進去 然後堆好之後 拿起本身搓搓搓搓 如果沒有這個工具的小朋友 可以用牙籤代替 所以大家如果沒有這樣比較專業的工具的話 我們家裡頭的牙籤你也可以拿來搓洞洞 牙籤用橡皮筋綁一捆 當然就可以搓很快了 那不要太大力 因為黏土沒有乾 怕你搓太大力 下面就垮了 所以記得青黏土還沒乾的時候 我們的動作都要比較的小一些 那這樣就是一個了 這就是我們的底座 接下來我們再重複做一個動作 一樣做一個盆栽 對啊 因為我發現我們今天做的鑰匙 好像是有兩個盆栽堆在一起 這時候我們拿出了墨綠色的黏土 所以老師這是綠色混淨白色嗎 這個其實是土黃色 土黃色 所以就是白色加黃色 加黃色加咖啡色 所以你的花盆想要什麼樣的顏色 都可以跟老師一樣自己去調配 剛才如果你沒有看到花盆怎麼做的話 沒關係 我們現在做第二遍給大家看 我建議第二個盆栽可以比第一個小 但是千萬不要比它大 不然會有一個頭重腳輕的感覺 那我們一樣 一樣的方式在邊邊 其實好像就是用工具來輔助 做一個水滴的這樣子的切面 沒錯 然後上下都記得要壓一下壓平 切面再給它搓一下 然後不要比一下下 這樣看起來比例是OK的人就OK 差不多 那我們一樣就是把這邊 抓出一個力度的角度 邊緣的地方我們要做得比較細緻一些 所以請大家在外圍 稍微用你的大拇指還有洗指 能捏出立體的邊緣 壓好之後 記得我的壓平器其實不是亂壓的 我是平行的壓下去 這樣才不會一高一低 這樣 然後我們看這個有時候會外七扭八的 所以我們必須再一次動作 記得在邊邊如果你覺得不夠 有弧度 而且花盆的形狀還沒出來 我們可以用同樣的工具 把邊緣稍微再滾一下 對 然後這個動作就是可以一直重複熟 那如果你遇到這一種就是 上面有一點裂痕 其實你可以磨一點點水 趁黏土還沒乾的時候 對 你磨一點水這樣你會比較好推 但是水盡量就是不要太多 如果太多的黏土就會整個壞掉了 所以我們如果要沾點水的話 記得這水的量一點點就好了 是的 對 然後再做一次 因為我們要放在最上面 所以我會做得再更精細一點 跟夏老師說的 同樣的動作可以反覆做幾遍 等到你捏到想要的形狀的時候 就OK了 對 然後可以拿這個去壓 像這樣 就比剛剛再完美更多 好 那我們就一樣放在旁邊 這時候其實你會發現 我們要幫它外圍再包上一層對不對 對 好 一樣的方式呢 我們再看老師怎麼樣幫它包起來 戳長 長條形 那它的這個寬度就隨你個人 不一定要每一層都一樣 對 那我就比一下 這樣一定是可以圍起來的 因為有多 既然有多我就先拔掉 這時候呢大家稍微比一下我們的直徑 這樣可以繞一圈是剛剛好 然後呢再拿出我們的滾筒棒呢把它壓平 變成這長條形的 然後再比一次 多那麼一點點 多出來的地方呢 我們可以像老師用剪刀把它剪掉 對 這次我們用剪刀剪就好 像這邊它有圓圓的喔 就把它剪掉 喔 這樣比較好兩端接起來 對 然後多多少少 一定會喔 對啊 這種就是有一些高低差的話 你還是可以拿剪刀來收剪 好 那我們就這樣 如果你不喜歡後面這個 就是接縫處的話 你可以抹點水 來 拿工具 左右左右推掉 特別是啊 像老師說 一些均裂的地方啊 或者是接口的地方 我們都可以用水 然後在上面塗抹之後呢 你就可以把接口呢 完美的接在一起 就看不出來痕跡了 對 但是都要記得喔 都是要趁青年塗還沒有乾喔 如果乾了的話 基本上就很難再動了喔 就完全沒有辦法了 所以趁還沒有乾的時候呢 小朋友這時候可以看看 有沒有什麼瑕疵 不滿意的地方都可以調整 對 它可以放在桌上看看 然後就放 泥土 然後我們要加白膠 跟剛才的方式是一樣的 我們最好泥土是要撕片對不對 對 一塊一塊的塊狀 然後記得把它壓緊 不然等一下七本針下去 它很容易跑上來 記得呢底部還要稍微按壓一下 但是動作都不要太大喔 因為黏土還沒乾 用片狀的方式呢 才可以做出泥土的層次感 而且呢 等一下土不夠都還可以再補喔 好 再來就要拿出我們的針去搓它了 對 再來我們就拿針 搓搓搓 你看呢 要做出泥土的細部呢 記得每個地方呢都要拿搓針 稍微把它搓過 那如果你真的是怕說你這樣搓 會把下面壓壞 那你不如就 等這個盆再完全乾了 你再來塞這個咖啡色的泥土 所以你看看喔 這樣有沒有很像真的泥土齁 對就是不同的感覺 我們現在把它組裝在一起 喔 這時候拿出了一小截的 吸管 嗯 我們拿吸管 這個在上面才對 原來是用吸管把它固定住喔 好 吸管這上面也要上一點白膠唷 然後底部也要 這時候呢我們要輕輕的把它搓進去 兩個盆栽呢 就會完美的組裝在一起 這樣它才不會倒掉 然後我要準備綠色的黏土 所以啊我們要怎麼樣 調出綠色小朋友知道嗎 對 我們現在要拿出什麼顏色呢 對啊 什麼顏色呢 藍色跟什麼顏色的 會變成綠色 黃色 沒錯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把黏土滾在一起 變出綠色的盆栽 好 因為我們的份量就這麼少 所以真的是放在保鮮膜下面 很容易就乾掉了 好 那我們就先黃加上藍 把它調一下 哇 有沒有看到黏土的顏色啊 正在變化 當然也可以像老師一樣 因為我們今天做的比較奶色 你也可以加一點白色 那我們就是加白色 其實我們白色的量不用那麼多 只要這樣就夠了 都一點點 一點點就好了 然後我們就加一點點綠色 這樣 這樣出來的我們的植物呢 它的顏色就不會那麼的鮮豔 對 那我們可以再加一點土黃色進來 所以顏色的調配呢大家都可以自己發揮 有人也比較喜歡鮮豔的顏色啊 其實也是可以的 對 就是隨個人喜好 那我就大概是這樣的顏色 那我再把它揉均勻一點 那我再把它揉均勻一點 順便呢我們可以一邊行土 一邊呢把顏色揉得更平均耶 那接下來我們做上面的多肉的部分 那其實它還滿容易的 我們就是隨便取一塊圓形 然後搓成圓 然後都把它搓成這個形狀 隨便形 上面 靠桌的平面把它壓平 然後我們就可以做大概五六個 我們用同樣的方式呢 做出我們的多肉盆栽的感覺 對 那可以有大有小 都不用太平均 大家就是大概平感覺 來來來 把一小塊一小塊的 然後搓圓之後再搓長 接著再把底部稍微壓平就好了 這是我們的第三個 第四個 等一下我們會把它通通組合在一起 大家就知道說其實 細部的地方呢 也不用那麼的精緻 我們做個大概 感覺就出來了 然後第五個 我大概會先做五個啦 如果到時候不夠 我們再來補 那我們現在要準備放上去 放上去的時候呢 我們在這邊 挖一個洞 中間的地方呢 稍微挖開一個洞 對 這樣它比較好放 比較好黏得住 那我們就隨意的堆疊上去 這時候呢 我們可以先抓個大概的量 如果等一下覺得有點空洞的話呢 我們可以再多捏幾株 對 所以我們每次做的時候 感覺都是不相同的 每一次的成品啊 每個人做的都不太一樣齁 對 現在呢我們大概做了五朵 擺擺看看會不會顯得有點單調 感覺還OK 對 然後呢 原則上我們是就是要讓它這樣子去乾燥 然後乾燥完再上色這樣 但今天時間的關係呢 所以小玉老師呢 先教大家 如果你要幫盆在畫上表情 我們還是可以拿出我們的顏料 再畫眼睛 我們用壓克力顏料 我們先畫上面好了 就是多肉它會有一點點顏色的感覺 那我今天一樣就是拿橘色就好了 好 而且我們的筆觸可以比較的小一點點 對 那就這次要有水 蘸一點點水 比如說我現在這樣點點點 然後就用水 把它暈開 把它暈開 因為多肉植物上面都會有一些顏色的層次感 所以大家可以為了比較擬蒸 稍微用顏料混水 在上面塗抹 所以我們就是不用每個地方都塗 就是其中一個地方就好 我們就抓個大概 對 然後把它塗開 記得要推開 不能顏色堆在上面 會不好看 而且呢 都大概大概的去沾染就好了 對 或者是你可以拿媽媽的粉餅 你可以拿粉餅上去塗抹 對 這樣就不用用到顏料 好 頂端投完之後 我們再來呢 其實就是要幫我們的盆栽 畫上不一樣的表情 對 我們就來畫表情 先點眼睛 其實一般如果你會怕失手 我們都會用珠筆 就另外塗圓圓圓的這樣點點 這樣就好了 對 其實珠筆也很容易失手 因為力道一不對的話 可能就一個大一個小這樣 然後拿珠筆稍微沾一點了 對 再塗在我們的盆栽上面 這時候要特別小心 因為黏土還沒有乾 很多煙料都容易暈開 下手要比較輕一點 我們就先點他們兩個的眼睛 用珠筆呢 其實比起你直接用筆畫 會比較的安全一點點 對 安全 然後我們再來用橘色 來畫嘴巴跟腮紅 而且呢其實盆栽的表情大家可以自己畫 你也可以畫秘密眼的 也可以畫一個很大的弧形 甚至呢你也可以畫呢 有點鬥雞眼的 表情都可以自己來畫 好 再來我們拿出了 橘色的壓克力眼料 腮紅 在我們的盆栽上面呢 畫上了可愛的小腮紅 你看喔 老師下筆的時候都突突突突突的小心 因為現在黏土還沒有乾 那因為方向的問題 所以我有時候覺得另外一邊不好畫 我會把它倒過來畫 如果小朋友很擔心畫錯的話呢 最好還是等到我們青黏土完全乾了之後再下筆 這樣 好 然後畫嘴巴 因為它被壓到了 因為它被壓到了 它覺得 好痛喔 不開心 所以我幫它畫一個痛痛的嘴巴 有緊壓關 然後呢上面的盆栽呢 上面的盆栽它非常的愉快 因為它覺得很好玩 可以幫它畫一個大大的微笑 小蜜蜜 耶 這樣就完成了我們可愛的盆栽鑰匙 但是但是還有一個步驟呢 就是我們要把鑰匙扣給扣上去 對 我們要把鑰匙扣上去 那因為今天作品還沒有乾 所以我就介紹給大家聽囉 我們要準備的材料 對 準備的材料 就是單圈 羊眼釘 然後跟扣環 這三樣 好 那我們就是把這個羊眼釘 先插進來 沾一點點膠水之後呢 對 沾到你要的位置 把它插進去 就這樣等它乾 然後這個單圈呢 單圈的開法就是上下打開來 如果我們左右打開 這個圈就會壞掉 所以記得一定要上下 上下把它OK 對 然後再把它穿進去 透過我們的鑰匙牽 一樣方式再這樣把它打開來 對 合起來 然後最後就是教你們組裝的方式 那如果等到這個乾以後 我們一樣打開來 擴上去 這樣就可以了 基本上呢 我們都要等到黏土完全乾之後 才來組合喔 是 對 因為呢 如果黏土還沒有乾 大家就輕易去組合的話 可能會破壞到 這兩個黏土原本的樣子跟形狀 對 因為這個是輕黏土 這個東西 金屬的配件它是有重量的 如果你直接放上去 那你的黏土就會垮掉了 好 所以我們現在只是稍微示意給大家看 等到黏土乾之後 要怎麼組裝 所以到時候 大家可以把我們的鑰匙扣上去 就大功告成了 好 稍微給大家看一下成品好了 我們今天幫大家準備的成品 你看看它是可以扣在我們的椅子上面 然後輕輕一壓去扣環就掉下來 做出來的那麼那麼可愛的小盆栽 我們的多肉植物盆栽呢 基本上就完成了 像老師手上的呢 其實呢 跟這個也差不多 只是顏色有點差異 今天老師哪一個步驟錯 比如需要提醒大家的嗎 我覺得就是那個盆栽這個 上面這個的寬度 外圍 外圍的寬度要注意一下 對 有時候太寬或是太細 感覺都不是很OK這樣 就不像花盆了 對 然後再來就是上色 盡量就是選擇乾燥的時候再上色 比較不會壞掉 不然你急著上到時候擦 你會發現好困難喔 所以我們真的要有點耐心 等到青年土乾了再來著色 或者是再來扣我們的鑰匙客環 好 希望大家今天都學會做我們 超級超級無敵療癒的花盆鑰匙客 謝謝小衣老師今天將我們動手做 謝謝 謝謝老師 我們多多快樂學堂 好 下回見囉 拜拜